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一份引发关注的报告 探讨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经济战的风险 这一威胁不仅让台湾面临巨大的挑战 也让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局势更加复杂 报告指出中国正逐渐转向经济手段 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影响力来迫使台湾屈服 这可能通过限制出口 施加贸易制裁 甚至通过网络攻击来实施 想象一下 如果中国真的采取这样的行动 台湾的经济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失业率飙升 企业倒闭 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这一切都可能成为现实 那么 台湾该如何应对这一潜在威胁呢 首先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至关重要 尤其是与美国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 同时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减少对外依赖也是关键 此外 网络安全防护必须加强 以防范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 然而 专家们也提醒我们 经济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通过对话与沟通来化解矛盾 才是避免冲突升级的最佳方式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 台湾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总之 台海局势依然紧张 经济战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同关注这一重要话题 在全球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中 台海局势无疑是一枚棋子 各方力量都在这片海域的联谊中交汇 最近 一份引发广泛关注的报告 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设 中国可能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军事手段 而是转而对台湾发动经济战 这份报告由明镜的深刻 中国节目详细探讨 警示说中国可能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影响力 和网络攻击迫使台湾屈服 这一潜在策略 不仅让台湾面临严峻挑战 也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了新的压力 当前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实力的增强 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更具话语权 与此同时 台湾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外贸的小岛 其经济结构相对脆弱 特别是在半导体等关键产业上 台湾占据了全球市场的重要份额 如果中国选择发动经济战 通过限制台湾的出口 施加贸易制裁 甚至利用网络攻击瘫痪台湾经济 台湾的生存环境将变得更加险峻 想象一下这种情境的具体影响 台湾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等出口 将首当其冲 可能会遭受严重打击 这将导致失业率上升 经济增长放缓 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而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 台湾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许多企业可能因无法承受经济打击而倒闭 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在这份报告的呼吁下 台湾的政府和民众需迅速制定应对策略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显得更加迫切 特别是与美国、日本等盟友 通过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台湾可在一定程度上 抵御来自中国的经济压力 同时也需加大对本土产业的支持力度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此外 台湾必须重视网络安全 防止中国通过网络攻击 来破坏其经济基础设施 星岛日报 在探讨台湾应对大陆威胁的策略时 也强调了这种网络攻击的频发性和危害性 2019年 台湾曾遭遇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系统陷入瘫痪 此事件不仅影响了政府的正常运作 也让民众对网络安全的脆弱性感到恐慌 因此 台湾急需建立更为完善的网络安全体系 以应对潜在的威胁 除了网络安全 金融安全 也是台湾必须重视的领域 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 台湾的金融市场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为了降低这种风险 台湾应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提升自身的金融韧性 并出台政策 防止大陆资本渗透 保护本地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 能源安全 是台湾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 台湾的能源供应高度依赖进口 尤其依赖于大陆的能源 若大陆采取措施 限制能源供应 台湾将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 因此 台湾应加快能源多元化步伐 发展可再生能源 减少对单一能源来源的依赖 以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性 在应对大陆威胁的过程中 台湾还需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通过与美国 日本等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 台湾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与保障 近年来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不断增加 这无疑是对台湾安全的一个重要支撑 此外 台湾也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然而台湾在应对外部威胁时 也面临着内部的挑战 社会的分歧和政治的对立 可能削弱台湾的团结与应对能力 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 台湾必须在内部形成共识 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通过加强民众对国家安全的认知与重视 台湾才能在面对复杂局势时 展现出更强的韧性 综上所述 台湾在面对大陆威胁时 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应对策略 涵盖军事 网络安全 金融和能源等多个领域 同时 台湾还需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能力 只有这样 台湾才能在这片充满变数的海域中 立于不败之地 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无论未来国际局势如何变化 台湾都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挑战 继续前行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中国若对台湾发动经济战 那将是一个不动声色 却极为有效的战略 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 和供应链控制能力 台湾的很多产业都依赖于大陆 就像孙子兵法所言 不战而屈人之兵 通过经济手段逼迫台湾屈服 无疑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楚天书你这话听着 真像是要把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 应用到经济战上了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可是全球领先的 光靠经济战中国就能搬到吗 美国和日本这些科技大佬 可不会坐视不管哦 谢奇奇 你说的没错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很强 但正因如此 中国的经济战才显得尤为致命 试想一下 如果中国限制与台湾半导体企业的合作 甚至牵制其上游供应链 台湾能不能独善其身呢 再说美国和日本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未必能全力支持台湾 楚天书 你这话就有点像在赌气了 台湾可不是孤立无援的小岛 除了美国和日本 还有欧盟这些地区都在加强与台湾的经济合作 更何况历史证明 经济制裁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反弹效果 比如古巴和伊朗 制裁这么多年也没能让他们改变轨迹 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长远布局 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扩张策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台湾需要更多的国际支持 但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的角色依然举足轻重 就像古代的围城战术 经济战的核心就是让敌方自顾不暇 楚天书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台湾不是没有出路的 正如台湾自己所说的 危机就是转机 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和能源多元化 台湾完全有能力抵御威胁 而且台湾人民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压力下轻易屈服 毕竟他们有着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